子宫下垂怎么恢复正常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稳盈 西岩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 对于子宫脱垂 我们正常的子宫是位于我们盆腔这个位置 它一般在我们骨性标志里头 就是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在坐骨肌的上方 这就是正常的位置 那么由于受到分娩的影响 以及绝经的影响 我们子宫会从正常位置下移到坐骨肌以下 我们称为子宫下垂 那么对于子宫下垂 我们寻求它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分娩以后 我们盆底支撑子宫的肌肉的松弛 那么我们需要做盆底康复来训练我们的肌肉 让它的支撑力增强以后 让子宫恢复到正常位置 那么如果由于你绝经以后 因为你肌肉本身的萎缩 导致你子宫的下降 那么我们下降也分度 如果你还在阴道内 我们称为轻度的下降 如果你已经突出到阴道口 我们称为中度的子宫脱锤 如果你子宫完全掉出来阴道口 我们称为重度的子宫脱锤 那么对于轻度的子宫脱锤 我们是通过康复以及盆底肌的训练 是可以改善的 那么对于中到重度的 我们需要手术来恢复它的解剖位置 我们下降的子宫脱锤 我们下降的子宫脱锤